都让我们一起去沙海盗墓去吧 最近有部电视剧特别的火爆 那它就是非常有厉害的南派三叔所写的沙海 虽然说大家对于南派三叔这个人非常的熟悉 因为他所写的盗墓笔记真的是非常精彩 而且在每个暑假都会给每个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虽然说这部电视剧秉承的还是过去老酒们的那些故事 以及慢慢的演变为现代的一些角色 但是你会在这些角色的转变当中慢慢的体会导演 编剧导演所赋予这些角色和特有的一些情怀 因为这部电视剧里面所讲述的故事 可能并不是过去我们所知道的那样 因为然后他说可能真的对于写这些人物角色 有一些自己重新的认识 过去他所塑造的那些人物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 所以说每个角色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故事 而作者可能真的是很难拿着他们的一些个人精力 进行进一步的创作 而在上海这部电视剧当中 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新的角色 他们被编剧作者赋予了全新的感觉 全新的生命 但是带着全新的背后 却赋予了一些不为真知的故事 只有慢慢的揭开无邪背后的故事 他常说的就是你所见到的 并非就是真实的 正是由于这句话给刘磊买下了很多 重新认识自己的伏笔 而在这部电视剧当中 最让人感觉到眼前一亮的可能 就是因为有刘磊这样一个帅气的小伙子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青年人 而且看到他就会让人想到了他的一个好伙伴 不知道大家对这部电视剧里面的 留着有什么新的看法 不妨将你们伟大的言论 发表在下面的评论区 让我们一起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盗墓故事 观看本片方法 微信端搜寻好片三个字 进入公众号点传机看片 所有电影都是无偿分享 请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